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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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嘴巴嘴巴, 發甚麼百日夢 大哥, 開車來就開, 開車來就開 就嚇死人了 剛才發夢認了裘銅的案子 甚麼? 那你繼續發你的百日夢也行 裘銅這件事, 報紙也賣了 人家請了兩個御用大律師來打這案子 現在不是叫御用, 而是叫資深大律師 每個人都比你厲害, 弟弟 你告訴他, 這個世界是說法律, 說公理 說公理, 這個世界上哪有公理要說 只看我最清楚, 我有江湖大哥也不做 跑來拿的士養大個兒子, 還做了大律師 誰知做了些無謂的事, 打贏官司沒錢收 生這種兒子, 我心頭叉燒我生他 大哥, 你說話要嫁給他 對了, 叉燒吃了, 肚子吐出來就沒有了 兒子不同, 兒子起碼都是自己的 一輩子的 我今天教你做人家的爸爸 先教你這麼多, 請你開車 我趕著去見老伯 我不開 你不是玩東西嗎? 玩東西就玩東西, 是不開的 喂… 傻瓜, 你是不是不能玩 別玩了, 我趕時間了, 大哥 老伯, 拜託你, 當我求求你 我叫你老爸, 好嗎? 不應該叫甚麼? 拜託你, 你是我老爸 我老爸辛苦了, 大姐, 駕駛駛的士 你看, 一直吹身寒 行了…你不用裝口信了 有話就說了 你龍青力壯的尚子是這樣 你看, 可白的難為他七十多歲高齡 你這樣曬著等我, 很可憐的 你老爸有你這個兒子, 更可憐 那你教我的嘛, 從小到大也是嘛 做人家講雷氣, 幫人家幫, 是不是 是呀, 老爸是教你講雷氣 但不是叫你做帶頭鬼 打官司盡力就算了 像可白這些人 贏又沒錢給, 輸又沒錢給 就要你倒鐵 香港還有很多人等人去幫 每個人都要你幫, 你豈不是很沒空 是嗎 就像你所說, 準力就算了 老爸, 我知道你擔心了 但你知不知道 這個過渡期間當然要這樣, 要捱的嘛 你放心, 我一定會拼命賺錢的 我賺到錢之後, 買一部的士給你 然後在何文田裡買一部豪宅 給你和薇姨倆相宿相親, 百年歸勞 聽著, 又作老爸的錢 有本事你自己出 娘兒, 你是不是這樣跟我計較 你給我…總之, 我連盒子還還給你 還得, OK? 你說的, 不要不還, 先說明 你德哥江湖地位 德哥望重哪有這麼借錢不還 是嗎?就算是, 那個債子你猜得去哪兒 被你找到出來就砍他 砍了債子一身, 不夠本就砍他老爸 好, 臭小子 上車吧 看腳吧, 老爸 你怎麼搞的?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你怎麼搞的? 可伯 來, 弟弟, 坐… 不用… 我給你坐 來…自己來吧, 熟了家部 我倒杯茶給你 不用…我不口乾了 口乾就自己進廚房倒 甚麼意思 吃飯了? 是呀 你又吃這些東西, 哪有營養的 我帶你出去吃飯 不要吧 甚麼事 你經常幫我, 我沒有錢給你 你經常給我看醫生 這種客氣的事, 你趕來幹甚麼? 很小事而已 可伯, 聽著 現在你甚麼事都別想 你只要安心在這裡等我好消息就行了 知道嗎? 我不是貪錢的 我做了二十多年 他說我不是求會的人 這個長城的老闆 是呀 這個利生的老闆 這個林生, 你認識的 你認識的, 她是好人的 她打針幫我都送她收拾 每個人有錢 誰不認識我的求 我生病而已, 不是我不想做 好, 拿去買東西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們帶著 你帶著錢, 他們帶著錢 你不帶著錢, 我不跟你打官司 我不打官司, 他們不賠錢給你 進來吧 陳經理, 黎律師來了 叫我來 黎三姓, 坐吧 謝謝 陳先生, 你好 坐吧 黎大狀, 有甚麼貴幹 我打算和你談談可伯的案子 可伯的案子, 也沒甚麼好談 就是這樣 我當事人真是可伯 打算拿回六萬元長期的護金 現在你在公司打算 把百多二百萬出來 在法庭裡打官司 與其是這樣, 不如停外和解吧 你扔六萬元給他, 他沒話可說 百多萬六萬元 這個數字這麼簡單, 你懂得計算吧 這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 這是求會的規矩 不是求會的職員 就沒權拿長期的服務金 何夫球又不是我們求會的職員 所以他就沒有長期的服務金了 你有沒有聽錯 何夫球不是你們求會的職員 你沒請過他 你沒請過夜日去草地 跟他撿波仔撿二十幾年 撿到腰尿都亂了, 你不是吧 這個問題 就是留給我律師的法定才回答你 說得不如說, 你不肯替我和解吧 求會呢, 很多錢的 不過不會給他 你搞定你自己的律師費更好 好, 我現在出來了 阿嘉, 阿嘉… 今天不要說話, 你們走 我不會發表任何事 阿嘉, 叫他們走 阿嘉… 契魚, 求會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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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甚麼? 我想告訴你們 在這範圍示威 合法的 求會無力 求會無力 繼續 求會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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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門, 阿門, 阿門 但是做朋友也算是這樣吧 連喜也跟你見面了 不過只此一次就不為了 大家兒戲子女的事, 你別跟我算 這件事不算也沒問題 但是你老爸那條車數 就不論如何就快點找到了, 麻煩你 不找又怎麼樣 沒甚麼辦法, 阿門沒有娘 阿門 阿門, 阿門 大姐, 你老闆說沒薪水給你, 信不信 怎麼這樣 大哥, 我認識你這麼多年 什麼時候跟你玩過呢, 說真的 我怎麼相信你 你這麼大的車房 有時間你想電視台做武師 你炒兩份, 大哥, 沒錢 你不要忘記, 我兩頭家要養 我要養我老母, 我要養我弟弟 還要養這麼大間的車房 沒那麼大雷嫂怎麼找 他打人, 你老闆打人, 神經病 我老公有沒有喝 阿門 阿門, 別讓他喝 他沒有掃, 讓他養他喝 謝謝 冷的 阿門, 為甚麼搞的 阿門 上四個車房就行了 李就雲大律師 今天你徒弟厲害了 逼我上一場好戲 之後連電視台也把脈 就算這個本事 把天差了下來 都不會應用廢人的本事 你以為這次的案子 真是被有錢拾贏了 那真是沒有天理, 是不是 如果真是有天理 做人就不用這麼麻煩 我硬不信邪 當然… 李律師, 你有辦法嗎 沒有… 不過我最同意的就是 拍攝的說話 做人最重要是不要信邪 鬥多大了, 我們說 回來搞他不行 就是人情打架他 你下去看甚麼事 老闆, 你想怎麼樣 你不用怕, 我不是來打劫的 我是律師, 我姓賴 我想請你幫何富球出庭作證 你怎麼樣, 我沒事 雙手流很多血, 我沒事的 是呀 我不想破壞我和球會的關係 而且裡面很多朋友 我發覺是你的朋友 你給我自己擦… 我自己擦… 老豬, 這是甚麼 我不知道, 剛才馬路也黏到 我的頭很冷 我開始頭暈, 不知道是否撞車頭 你幹甚麼 沒事… 走吧, 走吧 你真的不是想錯我的車 糟了, 我的車去哪兒 去我的車呢 不用你的, 我的車 是呀, 林先生 真是盡力了, 血包都出來了 是私人的事 那格局你怎麼比荷里活動呢 是呀 讓我研究一下 研究好在荷里活動呢 是呀 好, 真是不俗 怎麼哭了 我怎麼哭了 我叫你, 林先生 你怎麼哭了 我為你去哪兒呢 我叫你去哪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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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氣真好 最適宜是打歌符, 是不是?鳥仔 是呀… 幫我拿一瓶藥來 又是我 你怎麼來到這裡的? 很簡單, 這裡每個球童都是可北的朋友 我發聲說想陪你打球, 這麼容易 黎大仲, 我現在正式告訴你 你弄得我沒興趣打球, 你真的很煩 不打了 每個人都說我煩 吳先生, 既然你沒興趣打球 不如聽聽我說話好不好? 或者我不說話, 我給你看些東西 你又不玩, 你又不打球 你又不聽我說話也不行 你起碼也要看一看 你看一張照片, 看一張照片 你不浪費多時間, 麻煩你拿著照片看看 看一看, 麻煩你 這張照片甚麼時候拍的你忘記了嗎? 可是可白他記得, 是你生日那天來打球的 他知道了很開心 周圍問人借一張照片 就是要和你這張照片 你知不知道他在心目中 他真的當你是朋友嗎? 我知道你根本不在乎 因為在你眼中, 他只不過是一個過客 是你用過那麼多個球童裡面其中的一個 但是在可白眼中不一樣 你是一個會對著他笑的大富財人 你令到他覺得 原來我也會受人尊重的 所以你是他最後還是唯一的希望 麻煩你, 林三, 明天要開心 對不起, 我真的不習慣上角色 林先生, 你聽我說, 林先生, 行… 林先生… 林先生, 你不要閒著 因為你整個家山在這裡 好呀, 一定是你拿到東西 幸好你在這裡, 警察 你叫他來的 不是呀 畢竟在這裡做了二十五年 你以為真的沒有感情嗎 林之華先生 林先生, 請問你是不是要請我球會的會員 是 你每次去打高爾夫的時候 可白, 即是這位何富球先生 有沒有幫你做過事 有 是不是你請他的 不是 我每次打高爾夫 球童都是會所提供的 既然又不是你請他 但是他幫你做事 你認為是誰請的呢 應該是會所 林先生, 如果一間公司請到一個人 他風雨不改和這間公司服務了二十多年 你認不認為他是這間公司的員工呢 反對 以中律師引渡證人作供 法官大人 林先生, 作為一間擁有三千多名員工大集團的總裁 我認為他有足夠資格的作出判斷 反對無俠 請請人回答問題 我認為是 既然他屬於這間公司的員工 他是不是也享有不單是長期服務金 而是這間公司所提供其他的福利呢 應該 謝謝 謝謝 法官大人, 我問完 林先生 請問你清楚你會所的內部運作嗎 不太清楚 那你有定期交會費嗎 有 你應該知道是交了會費才能成為會員 你應該知道要成為員工一定要簽約 香港有很多服務行業 例如酒樓、餐廳、工廠 只要他做本一個月 不需要簽約 都可以成為公司的員工享有福利 在林先生的生意裡有辦報紙的 如果你的報館請某個人 為你寫專欄連賽小說 他可能由二十歲寫到五十歲 那你們報館認為他應不應該 享有你們報館的員工福利呢 我反對 答辯律師提出的事和本案無關 我是問證人對員工定義的看法 反對無效 法官大人 語仲律師,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答辯律師請繼續 好 林先生, 我再簡單問一句 你們報館當不當這位專欄作家 是你們的員工呢 我沒有當他們是員工 給你們勸勸 與眾和答辯雙方可以結案陳前 在香港有多少種行業, 我自己不太知道 除了律師樓, 其他公司的運作和規定 我也不太清楚 但我相信一件事 就是香港有保障勞工的法例 工人跟老闆做事幫他賺錢 他的權益應該是受到保障的 我當事人可怕早上凌晨四點 去到青鵝球會開工 為甚麼?因為球會的規定嘛 他代求會幫會員服務嘛 他做工人從來沒有被人投訴過 球會一年裡因為我當事人賺了多少錢 沒人知道 但是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否定一件事 我當事人的確幫球會賺了錢 一直做了二十五年 現在只是要求殺處一筆長期服務金 是二十五年生生虎虎的工作的環保 也只是六萬五千元, 真是六萬五千元 我懇求法官大人判過當事人勝訴 本案爭論的並不是何富裘先生 在球會服務的水準 或者服務金多少 而是他算不算是球會的員工 在個人的角度 我也很同情可白 但是同情並不代表可以漠視法律精神 和法治尊嚴 球會從來都沒有和可白簽訂過合約 也曾經不止一次向所有球団宣佈 他們自己清楚一個事實 他們不是球會的職員 我請求法官判我當事人勝訴 何富裘訴訟清河球會一案 本席宣判清河球會勝訴 對不起, 老伯, 幫不了你 你自己有甚麼打算 明天我住在東莞 以後我不會再來這裡了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回家 琳珊, 琳珊 賴律師, 這次這場官司 你又輸了罰理 可是你和可伯贏了一個人贈 可伯, 拿著去, 再見 六萬五千元的支票 琳珊給你六萬五千元 你六萬五千元 琳珊, 謝謝… 記住, 早五晚每餐吃一斤就行了 好… 如果有甚麼問題, 你打給我 好… 糟了, 弄好了, 謝謝…再見 弄好了, 我吃完了 老公, 我要來幫忙拿東西 是呀, 來呀… 甚麼事, 老公 老婆, 又是魚又是蝦 你買這麼好的菜, 吃了一盤 不過他是你兒子, 他很久不回來吃飯 拜託你別多說了 是呀…不說了 老婆, 你算是最好的後製娜 不用說了, 好, 回去吧, 吃飯 好 二叔, 不要煮電話粥了, 吃飯, 來呀 快點把你的褲子說這麼久 吃飯了, 吃飯了… 吃飯了, 鵬仔 鵬仔, 你洗完澡了沒有 洗完澡了, 吃飯了, 吃飯了 吃飯了, 吃飯了 吃飯了, 吃飯了 不要送我, 真好, 這麼多都好送我 甚麼 沒有禮貌, 二叔還沒來坐著 我叫他 叫二叔 乖乖乖 我告訴你, 今晚不給你吃飯了 你吃飯了 我吃飯了 我吃飯了 鵬仔 鵬仔 鵬仔, 你真是武大武勢 這是我們二叔, 尊重他好不好 尊重他 二叔, 吃飯了 吃飯了 來… 走, 爸爸 吃飯了… 叔公, 好不好 再吃一口吧 來吧, 吃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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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二叔 來吧, 二叔 二叔, 自從你從香港回來 你每天煮電話粥, 誰來的 沒事, 是香港的舊朋友 沒事的, 吃飯了 鵬仔, 認識你舊朋友可以… 吃飯了 鵬仔, 不要笑, 二叔, 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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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客氣 老婆, 你怎麼對她這麼好 她的官司也輸了 你還說 上次的兒子叫你幫忙 你也不幫忙, 沒義氣 我沒義氣 不是嗎 二叔, 如果幫得到他在香港 我還說我, 拿刀出來也不怕 是不是 還有, 我的兄弟被抓了 叫我打場的官司也不肯 搞得我每個月都要給那些兄弟打官司 還慘了我做人情 那倒是, 人家做大律師 你做大律師, 哪有學得你這麼誤會 一宗官司也沒贏過 吃飯了, 替你算上去的電話費 你還沒付錢 甚麼?算數嗎? 你還欠我的, 怎麼算? 成本煲這麼厚, 怎麼算? 老大, 你真厲害 吃一串雞, 爸爸吃雞, 爸爸吃雞 吃雞, 爸爸吃雞 來, 吃蝦 當然乖了 敬你了 我看你怎麼威風 你有本事就威風一次給我看 威風 威門, 連去威風 謝謝 郑哥 吃包不飽, 不如明天吃飯 吃一個包當然不飽 吃兩個包就飽飽了 好 你吃完東西, 走到哪兒去了? 吃甚麼? 你買化妝品也好 你買化妝品遲到, 原來被人罵了 是呀, 吃甚麼 買完之後回去 整天都吃這些, 很沉悶 那不如吃粥吧 吃粥? 也好, 我們走去吃粥吧 好呀, 走吧 去哪一間? 去那一間, 可以嗎? 去哪一間 去哪一間? 去哪一間, 去哪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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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波, 你沒事吧? 沒事, 只是飽了 那下秋天想陪媽去看醫生 媽媽有事嗎? 好的 去祝你好… 想做甚麼? 我幫你拿手 甚麼事?你一白就打你了? 媽媽在等我, 媽媽在等我 來來去就這樣痛, 真是老了 媽媽, 這湯搞定了 我可以叫弟弟回來喝湯 我待會打便給他 你知道, 你弟弟日夜在急症室救人 沒有一口湯水不行的 我知道了, 我下重料了 頭很痛嗎 是呀, 周不時就這樣了 我幫你拿 又弄傷手嗎? 是呀 你弄車就厲害, 裝怪獸就厲害 那也要小心自己 怎麼整天弄傷在這裡, 弄傷在那裡 拍打的東西哪有得了 不小心扭傷, 沒事的 怎麼樣?我頭痛不痛? 好一點 是呀 又來了 阿門的爸爸有發難打 我去看看好不好? 好呀, 你去看看他們幹甚麼 好呀, 阿門 阿門 阿門, 有沒有事嗎?阿門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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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這件案子你們兩個怎麼看 這件案子的表面證據都有齊 不過根據警察官的口供 死在生前經常有待被告和他媽媽 Philip, 我想辯方一定會利用這件事 那又怎麼樣 如果我們負責他誤殺 他會有十足把握 謀殺, 一定要負責他 兒子殺老爸天理不容 這些倫常的慘劇不能讓他再發生 我們不用再討論 再來 Philip, 電視台的記者已經來了 現在在外面 請我們進去嗎 你怎麼還沒到Philip的interview 我想差不多了 如果Philip的interview出了 明天可能變成學樂的餐 沒有, 說話也沒甚麼特別 審判超過了一年的一家六口滅門慘案 今天在高院宣判 陪審團一致裁定被告黃少倫 六項謀殺罪名不成立 當庭釋放 現在請辯方的資深大律師楊庄明 說一下他的… 莊央啊 我很開心 法庭能夠公正地報警 因為偏見很容易造成羽辱 能夠撇開偏見 是司法界一大勝利 接著下來的是體育成績 那是體育節目 我可能聽完才出的 開心以前 每個人認定被告是冷血兇手 誰知聽完莊莊的結案陳詞 不但覺得被告是無罪 還有一點可憐他 那天個案要上場 錯過了這些精彩的事 當然是完美, 浪費了 浪費了 吃飯了, 你倆子爺 請回看報紙 吃飯了… 阿姨, 阿姨一家又會弄成這樣 他爸爸是牛 那些手不是打老婆打兒子 早晚出事了 沒想到弄出人命 你說我說 始終是兒子殺爸爸 我都不知道這個世紀 是誰 吃飯了, 爸爸 吃飯了… 阿貞 薇姨, 德叔 爸爸 阿滿那件事, 你知道嗎 你怎麼樣? 你倆個鼓鼓滑滑神神秘秘的 在這裡談甚麼 喝點水, 沒事 不是 德叔 是 我想叫阿鵬幫阿滿打官司 你知道, 如果法門處派人的話 也不知道派甚麼人 況且阿鵬跟阿滿做了女朋友 我想大家在官司上不方便很多 你不要挪著我 阿滿那件事我全身上了 你是不是教我做人要講雷氣 講雷氣? 對了 彭仔, 我和你最合談這次 其他人沒錢就說不打 阿滿這件事, 沒錢你都會去馬 我老闆, 我和你從小玩到大 先說錢, 老婆 是嗎 彭哥, 我媽媽她怎麼樣 老婆有阿貞看著, 你不用擔心 我真的沒用 程先生, 發生這種事你自己也不想 不如你現在冷靜點想起當時的情形 那黎先生才能幫到你 我還能說甚麼 我殺了人 是 你知道你自己殺了人就行了 你更加不可以叛逼 如果你放棄, 你隨時坐一輩子 你不想你媽媽說那些孤零零 你爸爸為人怎樣 整條街的街坊都知道了 別打算遺無她 那晚是不是又難為你媽媽 那晚我和我媽媽看完醫生回家 我看見她沒有聲音我就回家 後來我聽她去罵我媽媽 她說我媽媽遲了煮飯 你看這臭小子 老爸都不叫聲 好像當我透明那樣 不要吵, 臭小子 我不吃了 我被你們兩個人氣死我 我現在沒胃口 給三百元來, 我去吃大塊蟹 快點 快點 看完你只剩二百元 我給你三百元, 你給我二百元 托我手肘 托我手肘 不要… 托我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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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張直燈就是這樣打媽媽 我衝出來想擋 我一擋不住 那時候把椅子打到地上 托我手肘 你流很多血 按不住我 我兩隻手全部都是血 托我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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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滿, 阿滿, 阿滿 阿滿, 他是你的爸爸 有件事本來我不應該問你 阿滿, 我不問我, 周三不安忙 老老實實, 你跟阿滿打單機試 你有幾成百萬? 三成 你不是跟我說笑嗎?三成真的死定了 三成可以變九成 看看他用甚麼策略會變回 那你用甚麼策略? 我覺得阿滿安法的時候 應該失去了理智 根據現在的法例 一個人精神狀態失常之下 但是殺了人, 不能當是謀殺 阿滿他不是瘋子 他不得我沒有精神失常 我知道, 你也是正常人 但你也可以失常 看你見到甚麼受甚麼刺激 沈團會相信我, 你放心 不過這是事實 行了 是 你放心 是 我放心 是老爸嘛 你不要去聽審, 見我激手我不想分心 老爸, 不是聽審, 現在塞車 老爸把你送到海, 我怕過了一小時 老爸, 蓬姐 阿滿的案子是不是在輸了? 我不可以這樣告訴自己 是, 正好, 抱歉, 老爸太壞了 趕時間, 快點走 阿滿, 阿滿, 阿滿 被告程維滿, 被控於1997年10月15日 在九龍城啟德道70號三樓 謀殺中國籍男子, 程弘光 被告, 你認不認罪? 官大人, 我代表我當事人火營控罪 洪方可以開始陳詞 被告程維滿, 是程弘光唯一的親生子 在當日, 他親眼看到他媽媽 跟死者發生爭執 被告是用水果刀, 在背後殺死死者 被告跟死者的關係一向吐惡劣 他真是他爸爸, 是監燈, 是盜友 不過, 一向都很受惡劣 很明顯, 他這次找到一個機會 他把心裂的怨氣發洩出來 他謀殺死者是故意的 這個家庭悲劇是他一手造成的 我絕對贊成 這個真是一個家庭悲劇 因為被告親手殺死自己的親生媽媽 這就承認了 但為何被告要殺死自己的父親 但如果正如控方所說 被告一隻仇恃死者那麼多年 為何不索性引進去 原來因為在案發當晚 被告親眼看著死者獨打他媽媽 有人看到自己的媽媽被打得全身血 都會很憤怒、激動, 甚至失去理性 悲劇有時不是一個人造成的 有時甚至是環境造成的 控辯雙方可以開始傳召證人作供 特朗, 死者情弘放 是甚麼情況之下死的 是被類似生果刀的利器 插穿肺葉, 失血過多致死 被告插穿肺葉是多少刀 根據傷口的顯示是九刀 那這九刀分佈在身體哪幾個位置 是在背部 其中有五刀是致命的 都是集中在插穿肺葉 你即是說五刀是同一個位置 是 相關大人, 我問完 特朗 五刀都是同一個位置 是不是要連續做 而且很快才能做得到 是 那即是代表了甚麼 對不起, 我不太理解你問題的意思 辯方, 請你的問題明確一點 我看我的意思是想問 一般人在甚麼狀態之下 才會這樣插刀? 當一個人的情緒十分激動的時候 會不會是因為我當事人 看著自己媽媽被死者毒打 情緒過分激動以至失去理智 所以才拒死者不刀? 反對 辯方說的純粹是推測 反對有效 是 維官大人 我想傳召負責幫我當事人 做精神狀態評估的精神科醫生 醫生病毒出庭作證 病毒 我當事人之前有沒有精神出現過問題的記錄 沒有 不過他的個性很孤僻 而且情緒很容易激動 有沒有可能在他情緒最激動的時候 失去了理智 做出一些他自己也控制不到的行為? 是嗎?有可能 我當事人向死者同一部位連續插不住 是不是代表他已經過分激動 已經失去了理智 有可能 反對 法官大人 反對辯方錯誤引導證人 反對有效 我問完了, 法官大人 徐雄官, 現在到你問了 我沒事問了, 法官大人 因為這個證人 根本沒有證據證明 被告的精神上有問題 他說的只是理論上的事 根本沒有說服你 問, 只有浪費大家的時間 黎先生 讓我來 有時候少許事都可以看見一個人的心情 對水飛說過我甚麼事 是嗎?我還以為你的心情不好 朱空和辯方只能聊天 請不要說話 你不像這種規矩的人 我就跟你聊天 欺取很多隻的, 不是每隻都沒有益 還沒研究清楚, 請不要這麼下定論 黎先生 你只是想告訴我 殺人有很多種 殺人也不一定是壞人 但汽水始終是汽水, 總是有氣 一個就算是為媽媽打劫 他也是打劫 一定要受法律制裁 張麗事 你說死者經常嘔吐你和被告是嗎 是 有什麼事要經常打劫你 他沒有錢吃白粉又打劫 家裡有一點不順他意的 他又打劫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他喜歡就打了 曾經有一次死者用錯刀追斬你 你也因為這樣受我傷入院求疑, 是不是 是 為何當時你不報警 他跪在這裡求我, 說知道錯了 而且我怕事情洋出去了 我們整個家人會被人看不起 你做錯了 我當事人不因為這樣精神詳食 受到困擾, 你知道嗎 反對辯方引渡騙人作供 我當事人的確 親眼看到他的媽媽被人砍 之後死者又經常嘔吐他 反對無效, 請辯方律師繼續 在案發當日 死者問你遲了煮飯給他而大發脾氣 他用摺凳打你打到你趴在地上 之後被他用刀插死者的技巧 當時情況是怎樣?你可否告訴我 阿滿好像瘋了一瘋似的 兩隻眼都紅了 我叫他, 他也不懂得停 謝謝 我問完 你說被告當時好像發瘋一樣 以前有沒有類似情形發生? 沒有 被告以前有沒有看過精神科醫生? 也沒有 那你為甚麼認為被告突然發瘋? 反對, 我反對主控官 胡亂評估根本毫無根據 你是不是曾經說過 說很擔心被告殺死者, 是不是? 我… 是不是?是不是? 他爸爸每次打死我 阿滿都會很生氣 我生氣得很生氣, 所以… 所以被告就全心殺死者 我反對法官大人 我反對法官大人 不是 我兒子是無辜的 他爸爸才是壞人 我兒子, 為甚麼事 你們不信我 是要幫助那壞人 為甚麼 自性自情最深入所望 我要我無愧心裡 自信抉擇後死不見改 超出高計能耐